我爱你救主 天主 为你所有的难复的救 应该应该是真理 应该应该是真理 心不喜好 心则别 心爱是想去无息 心要从你全光明 照白送去相殿地 主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说明内心的忏悔 多元的忏悔方式 以及领受和好生日式的行动 罪恶伤害人心 使人变得顽强而迟钝 要治疗已受伤的心 就必须忏悔和皈依 诚如悔尔先知 大声疾呼 你们应尽时悲伤哭泣 全心归向我 该撕裂的是你们的心 而不是你们的衣服 耶稣一循先知的宣告 邀请并召唤人 让心怀谦卑地 忏悔和皈依 皈依的重点 不应只注重外表的灑灰土 穿苦衣 禁食 守灾 或克己苦生等行为 因为 外在的行动 只是须有其表 效果不大 更重要的是 内在的忏悔 与心灵的皈依 老师 诚心忏悔的人 会有哪些内心的感受 与外在的行为呢 特伦多大公会议指出 一 内心忏悔的人 会重新离定生活的方向 决心改过千善 停止犯罪的行为 皈依天主 同时 也会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过 感到懊悔 二 深度的内心皈依 会产生具有神意的悲痛和忧伤 也就是精神的苦痛 和心灵的悔改 三 当我们真诚的忏悔之时 生活的改变就会跟着来 人生观 价值观 与道德观 也都焕然一新 期待天主的仁慈 并且信赖他的恩宠和祝佑 基督徒内心的忏悔 有多种方式 请问老师 最主要的有哪些呢 圣经和教父们提出三种特殊的忏悔 一 用禁食 祈祷 和施舍的行动 表达愿意改善与自己 与天主 与别人的关系 二 努力与近人和好 厌恶己罪 关注别人的得救 虔诚地请求主宝和圣人带导 尽力实践爱德 因为 爱德遮盖许多罪过 三 经由圣洗或殉道的归依行动 具有彻底进化的效能 我也不用智慧 不用自己指示 拣选过地区之路 为靠上主引道 可行安稳如途 祝祝你心燃兮我 永远会迷途 圣主给我安排 我当阴之灭 老师 除了特殊的忏悔以外 还有一般的皈依方式吗 有的 例如 关怀穷人 行善必恶 履行并维护公道和正义等善行 检讨生活 省察良心 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 并且 忏悔 忏悔 忏悔和归依的教导呢 有的 一 参与 参与感恩祭 极热心的行动 能触动内心的皈依 罪恶 罪恶 罪恶首先冒犯的是天主 耶稣 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 永参与这奇妙的忏悔盛世 有如 富州丧尸恩宠后的第二块救生版 本集的家里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会